短 然后地边很快短 这笔 曲式带出来 那这横很轻 再来这笔稍微重一点点 没有那么重,因为它是 受损 受损要看得出来,那这边从这边带出来 这里有点突出 再来输钩 输钩要稍微长一点点 这钩很小 撇花 纳比较长 纳比撇花稍微长一点点 主要中间的部分是蛮大的,中间宽度比较宽 这个月字 这个月字的斜钩,这边并没有勾起来 这边是一个竖题 不明显 然后这个梳画拉高一点 第一笔横画短 再来梳画拉高 往下带 那这笔横画左边长 右边短 调点带上去 撇点 带过来 这里 纳相当的重 这纳相当的重 再来右边的部分 先写竖题 它的高度大概是这个横画的高度的下方一点点 这里 不清楚了 那这横画稍微清晰一点 再来斜钩 带下来 但是这个地方没有勾起来 这个地方并没有勾起来 这就一个 笔画 点画 这点画还蛮重 点画重 因为这个地方 应该是一个竖题 这个轻字 我们先写 一笔横画 当然两笔横画也可以 你如果习惯先写两笔横画 就写两笔横画 再塑画拉高 塑画拉高 这个横画 中间清 右边 两边比较重 这种横画的写法 就是它的这种横画是这样子 这样子 中间细的 它上面是线条是往上 下面是往下的 这种横画写法比较难一点 再来 这边有点 顿上提 再来横折勾 它的宽度很小 这个月的宽度 两个横画 靠 右侧 好 这个秋字 之前写过的 平撇 一笔往右边盾 往左边带 然后再来这边带个斗笔 带下来 直直往下带 再来这横画低一点点 倾斜 然后这边一个点画 顿 往外带 这边往这边带 再来横画 这个字横画就很 很重要 对 对 好